大家好 我是Eric 有點感冒 不好意思 然後我今天是要分享的主題是在 Chromebook上面的Copputer的開發經驗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上台 所以如果講不好的地方或太緊張 就大家就是多多包含一下 然後左下角可以看到那個紅色的Logo 是我們那個Copputer的Logo 然後因為今年是兔年 所以他的Logo今年改成紅色的 然後底下是今天的agenda 就是我會先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分享從Crosource到OpenSource的經驗 然後ODM為什麼要用OpenSource 然後跟Copputer上面的Copputer開發的經驗分享 然後還有就是OpenSource的好處 跟我們怎麼讓社群變得更好這樣子 然後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或是有什麼想要分享的都可以隨時舉手 然後就是你可以發言這樣 然後自我介紹就是我是Eric 然後我在ODM基本上都是在ODM工作 然後我有做過Android BSP Windows BIOS 然後Cornbook的Copputer也有還有BSP 然後我有帶過三家ODM 所以我對不同ODM之間的開發流程 基本上是有一定的了解 然後現在主要是在做Cornbook的Copputer開發 然後主要負責是Google的Reference Project 然後我正式做Cornbook的時間大概是六年 然後底下分享的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所以其實你不同ODM之間跟同一家ODM之間不同的部門 其實每個人的經驗是不一樣 所以我只是分享我的經驗不代表全部的公司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ODM早期我們一開始開發的軟體的時候 其實都是內部自己的封閉開發 然後就是SoC Vendor或是IBV提供Reference Code 就是RC Code 然後每個單位或每個部門自己使用SVM 或是你的Local Git Server去進行開發 然後底下這些痛點就是Paypoint 其實大家應該都有經歷過 如果你是在ODM裡面開發分位的話 或是開發一些Software的話 像每次有新的RC CodeRelease的時候 我們整合其實都很費時費工 然後需要人工去解決很多的Conflict 因為每次Vendor 基本上他給你Code都是直接給你整個Code Base的 所以他不會提供你地幅或是Patch給你去整合 所以我們都必須要自己人工去Compay 像每次Release的時候 你就要用Beyond Conflict自己去比地幅 然後我們自己在人工的一支一支檔案去Merge它 這樣子 然後非常的浪費時間 像每次像之前做BIOS的時候 如果有一版新的RC Release 你基本上Merge要花個一天到兩天 你才有辦法Merge這個Code 然後這個前提還是他沒有做很大的改動 有的時候他譬如說整個Code Structure 或是整個Framework大改的話 你又要花更多的時間跟精力去 做你自己LocalMerge的這件事情 因為Vendor那裡他不知道你ODM改什麼 所以他就是只改他自己的Code 所以他其實丟出來就是他自己的整包 他根本不會去管你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你還要花你自己的時間去一個一個看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去改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當你做了這些Change之後 你不知道你原本解的issue有沒有解掉 或者是會不會有新的Requestion 或是新的issue跑出來 可是你沒有辦法 你還是要去改啊 就是你只能照你之前的common 或是你的Git的log去猜一下 就是你要怎麼把它apply上去 人先印上之後 有Requestion自己再想辦法處理這樣 然後第二點跟第三點 其實是有一點因果關係的 像我們ODM的CodingReview 跟Coding的那個Quality 其實沒有很一致就是 像因為其實主要的問題是因為我們ODM負責一個project的人 其實很少 像我們一個案子可能就一個或兩個人 然後再加一個主管這樣子 那我們CodingReview有時候就是自己求員兼裁判 就是你只要call寫了 你就是丟上去 反正你自己看得懂就好 然後你主管或是 你其他同事可能也沒有時間幫你Review 或者是Coding如果也沒有那麼的嚴謹 就是大概有寫就好 因為我們的時間 他根本沒有空去Review你 因為你可能明天就要Release 你今天就要趕快上一筆call去 趕快去merge 趕快去修這個bug 那你要怎麼Review 根本沒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要求也不會那麼嚴格 可能就是大家平常都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你的主管或是你的同事 也都不會去要求你做這樣 然後所以就造成了第三點就是 我們的call就是註解其實很少 然後很多的hardcall 就是很多你可能就是一個 hardcall的constant變數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東西是幹嘛 那以後如果你要找 你也找不到他就是一串value 你去搜尋 就是全部都有一大堆這個指奈 那也都不知道你的call是改在哪裡這樣子 然後變成你後面的維護 或者是你想要去修改都很困難這樣 所以我們盡量要避免hardcall的東西 就是可能你給他一個定義 或是給他一個名字 人家要找也比較方便 也比較好看得懂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廠商給你的call可能 有些vendor他就support很不好 然後或者是他就是丟一包call 然後給你說你自己看 然後他可能也不會給你問 或者是也沒有人教你這些 這個call的架構或是什麼 那你就只能自己study 或者是看有沒有人會 然後去問他們說 這call要怎麼改 或是我要怎麼使用這樣子 然後或者就是你自己隨便google 隨便網路上找一找看 有沒有相關的訊息 然後就自己去改你的call 那我想這些應該都是 大家在ODM開發的過程中 會很常遇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後來到大概是14 是14年底 14年底開始開發 combook的時候 google是使用open source開發 然後我們combook裡面 只有少數的private code 不過那些private code 是因為ODM之間的一些 那個security 或是一些private的一些要求 可是跟你整體開發不影響 因為那只是一些config的設定 或是一些OEN之間的東西 跟你主要的開發是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combook主要有幾個部分 是有EC、コーポート、Kernel跟OS 然後EC原本是google的legacy EC 然後最近EC已經transfer到live上面 所以是走open source upstream的EC 然後codeboot就是open source 然後還有客製的payload 我們conbook的payload是用debtcharge 然後還有客製化一些vboot 就是verifiedboot 然後Kernel主要是走upstream Linux upstream 然後還有少數的con-only的一些change 然後OS是con-mian的OS 就是那個browser的OS 然後這個也是open source 然後這個也是open source 然後這個也是open source 不過con-OS的部分odm比較少能做change 因為主要是google在on的 然後他基本上不太會給我們去修改這樣 然後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人也是開發con-book的 那我們一開始接觸con-book的時候很不習慣 像第一次開發open source的project的時候 你要申請google帳號 你要去從git server open的git server去download跟下載 還有upload你的call 然後操作了git的時候其實 因為還不很熟悉 所以一開始常常會遇到很多問題 然後我們自己在內部開發的時候 其實那git server都是我們自己隨便亂搞 因為其實你的同事就是git的admine 然後如果你搞壞 他其實就是直接在server那一段幫你修 像有時候我們committ 我們都減減hard或什麼input上去 然後都把tree弄壞掉 那他們就會就是直接在server那幫你重改這樣子 然後google是使用repo的 然後repo我們內部發覺 因為我們改的東西不會有那麼大跟那麼分散 所以我們不太會用repo 我們基本上都是只用git就ok了 所以repo的操作一開始也很不習慣 然後我們上課的時候google在opensource 還有很多codingstyle跟一些comment的要求 然後內部 不過google內部自己comtree的review 比較沒有像open source那麼嚴謹 因為其實都還是自己在review 所以稍微好一點 那做coop的時候 因為是open source的 所以那個review就比較嚴謹 然後還有一個很不適應的就是我們comment跟一些code的註解 你全部都要打英文 像我們ODM自己在做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台灣人 然後就是其實有時候你寫中文其實也是沒有關係 就是只要你看得懂就好了 所以沒有特別要求要打中文或英文 然後你做open source project 我覺得最麻煩的一點就是conflict 就是你常常有時候你上code會更加conflict 因為如果你是自己公司那一部 你可能就是一個人管你自己的code 你根本不可能有conflict 然後像這個我們是有很多家ODM跟Google 有一些open source的人一起去用同一個code base 所以每次有conflict的時候你就很麻煩 因為你要重新把code再rebase 或是你再report一次 然後再重新上你的code這樣 所以有時候都會想說那可不可以趕快給我的code merge 我就不用再去改一次 就是別家ODM或別人再去重改就好 我們就不用這樣子再去重新merge 那ODM為什麼要用open source呢 因為除了open source 除了可以解決之前的痛點之外 基本上一般ODM專案的人力非常少 就像我剛才講的其實我們只有一個或兩個人 那你加入open source的時候 你就可以當作你有額外的人力幫忙 然後你能maintain你的code 那如果你有issue的話 你還可以使用那個open source的ticket去回報issue 讓open source的人幫你解決issue 不過這個東西我沒有用過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google的project有那個google的issue system 所以基本上我issue都是在上面看這樣 然後你會有更好的coding的品質跟review 然後你也可以查到其他人或是其他平台是不是有一樣的issue 那你可以reference你的你要怎麼去解啊 或者是你這個issue要怎麼處理這樣 像我們之前在ODM裡面我們基本上是 一個案子是一套code 然後好幾個kit或好幾個svm是分開的 然後你基本上很難去查其他人有沒有一樣的問題 然後其他人的解法在你這說不定 你也不能解你也不能直接套用 因為你們兩個code根本是不一樣 就算你是同一個cpu同一個playphone 可是每個人改的東西都不會一樣 所以你的solution你也不一定可以直接apply這樣 然後我覺得open source最大好處就是他是free的 你不用付錢給soc或是IBV的vendor的錢 因為像我們知道如果windows出貨 他其實IBV收錢是算每一台去算的 他不是一個project charge你多少錢 是你出貨量多少他就收你多少錢 每一台都跟你收錢這樣 不過你用open source 你可能如果你要implement一些額外的future 你可能就是你要靠你自己 像如果你跟IBV一起合作的話 你們可能就是跟IBV談說我給你一筆費用 那你幫我implement這一個特定的future 可是你用open source的話 可能就是你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要自己去implement這樣 當然還有一個最大好處就是 如果有一些common issue 或是closed platform的issue 像我們open source上面 computer上面如果我這個案子解了 其實你基本上你全部的案子的issue 都會一起不見 因為我們的call base跟我們的bassline 基本上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好處也是很明顯 然後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想要Diff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call base都一樣 比如說你要比一些regression 或是你兩個機器之間不同的performance 或是效能的差異的時候 你其實你要比較是很好比較的 因為就是剛講的就是我們call 是一樣的 那你只要找出版本之間的差異 你很明顯就可以很快找出 是什麼東西造成你的performance 或是你power上面造成的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你有不懂的地方 其實你可以在cl上面問 或者是在open source上面 就是問人家 其實上面的人都很樂意教你 或是回答你的問題 那接下來要講那個call boot 在call boot上面的經驗這樣 在call boot 在call boot上面有幾大部分 一個是google的issue call 一個是googlemanboard的call 一個是googlevendorcall 那odm主要負責的部分是manboard下面的variant的call 然後我們主要是依照專案的線路圖去設定的gpio divestory memory thermal 等等的一些設定 那google google的issue call主要是 issue的acpi 跟一些type c的call 還有一些cbi的部分 然後cbi其實是google一個額外的run 就是用來儲存一些工廠的data 不過之後的那個cbi google打算把它整合到一些run裡面去 所以可能cbi的部分會有一些修改 那google的manboardcall就是 主要call boot的projectcall都在google的manboard這邊 然後manboard的project底下會依照你 manboard是reference board 然後會按照你 每個project再去細分成不同的variant的call 所以實際上的產品會是在variant的call下面 然後google在combook上面有amd有intel也有amd的一些專案 像call com、mtk都有 然後google vendorcall主要是客製化自己的acpi、smbios 還有一些vpd相關的call 然後vpd也是儲存一些空自己的一些data的東西 然後額外的部分是google tpm的call也在空book上面 因為google有用自己的secure chip h1跟ti50 然後tpm的call在call boot上面也是蠻重要的 那odm主要負責是variantcall 然後我們就是去去做一些根據板子做一些客製化的設定 跟一些override 然後我主要負責的案子都是google的公版 像我有做過vraya、nisa、hades然後mist這些公版 那open source的好處就是你可以跟google討論你想要怎麼做這個案子 然後你每次其實都可以試一些不一樣的架構 然後就是讓使用的人也就是開發的人在開發的時候可以比較好開發 因為其實google有時候他不知道你odm的一些想法 就是或者是我們odm在實際操作上或實際使用上的一些看法 因為他們就是很rdd 就是你可以說他是不知道民間疾苦也是可以 就是他不知道你odm實際上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常常就是要跟google的人討論說 我們怎樣就是可以給我們rdd比較方便去開發 那除了manboard label code之外 其實大家都可以試著去改manboard之外的code 像soc code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啊 然後因為soc level跟manboard label基本上是相關的 因為我們主要是overridesoc level提供的一些api 跟一些upd或是一些參數的設定 像我之前有試過增加一些新的hook 或者是refactor原本的code像s0iX的hook 像這樣子可以給你有一些客製化省電的機制 就是你加了那個hook就是加了那個hook之後 你進入s0iX之前你就可以去控制一些gplpin 或是去關一些power之類的 然後還有那個pci-e的code 原本的pci-ecode是有很多register要去填 然後就是長得很醜 然後我把它refactor之後 就是我們只要填一個structure 就是照線路圖去把那些紙填好就好 就是變得比較好用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新增一些新的device driver 給kernel driver用 像我時候我們用一些新的料的時候 然後可能你在corp上面沒有他的driver 那你就可以去參照linux kernel 去幫他做一個device driver 因為我們是要創造hpicode 然後去把device property傳給kernel 其實那個ccode是蠻好寫的 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我覺得這邊就是corp的好處 因為corp是用動態的方式run time 在開機的時候 跑那些ccode去創建你的acpi table 不像我們以前做windows的時候 我們的acpi table都是寫實的 就是你的彈性比較少 好 那最後就是講一下社群的好處 和如何讓社群變得更好 其實我覺得參加社群最大好處 就是你可以認識世界各地的優秀的開發者們 就是你可以有你的國際化視野 而不是你就單純在ODM之間 就是你可能幾個同事之間 就是這樣自己上扣 自己用那些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還可以從別人的CL中 學習一些知識 像我常常就是在上面 看別人的CL 別人的comment 那上面很多人都很厲害 就是你可能 就是看他們的comment 然後去問他們一些問題 然後就這樣你可以 增加你自己的知識 然後增加你自己的能力 像Covid.team就美國的 歐洲的 印度的 跟澳洲的 然後其實跟他們聊天 都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很friendly 像這次的open source社群 我看也是很多都是國外來的朋友這樣 然後要讓社群變得更好的關鍵 我覺得就是你必須要多多參與社群 然後不管你是什麼形式的參與這樣 也許你可以幫忙review 或者是參加討論 或者是幫忙上一些call 其實都可以幫助社群的發展 或者是你有一些想法 可是你不知道怎麼去實作 可是你可以提出你的建議給社群上的人 其實上面很多人 coding都很厲害 你只要也許你跟他講那些想法 他覺得這個想法是好的 他可能就會試著去implement 然後或者是去把那些call實作進去這樣 像我常常就做這些事情 就是我出一張嘴 找google的人幫忙改一些東西 然後他只要覺得ok 他覺得改 你也不用自己去改 其實你只要提供idea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不做這些 你介紹社群給別人 或者是邀請別人參加社群 其實也都是可以幫助社群更好的發展 然後是可以幫助社群更好的方法 不過open source有一個 我覺得比較困擾的點 就是有時候你project call在趕的時候 你上一個call會有人有一些 fightback 就是在你的CL上他不給你進call 那你變成你的案子 你就是要急著要上call 然後他留一堆conven 然後要你一直改一直改 其實這個對project是比較困擾的地方 就是你沒辦法馬上的fix你的issue這樣 然後像我最多的一個page 我改了大概一百多個 快一百個page吧 我改最多page的CL 我就改了快一百個這樣 其實有時候還蠻浪費 花時間的 那可能 我不知道其他的人的案子是怎樣 不過在google的案子 有一個好處是他其實算半open source 就是我們其實是有自己的git的tree 所以有時候google 我們就是自己先con only 先把它上上去 然後可能open source的review 就是等慢一點再等他review進去 就是我們先解issue 然後後面再看要怎麼implement這樣 然後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 可以多講一點那個在動態產生acpi table這件事情 是怎麼做的嗎 謝謝 就是我們commonbook上面有那個device tree 然後device tree其實是 我們寫在code裡面 可是我們在我們的ccode裡面 其實你可以去讀一些config 或是一些gpio 我們可以開機再去動態去overrun的device tree 然後device tree裡面寫的一些參數 你在ccode裡面 我們是用ccode去開機的時候 跑那個acpi的ccode 然後用ccode去讀你device tree的值 然後我們再把acpi table建起來 所以你要動態就是 比如說我可以有一根gplpin 或是有一個像我們現在是用分位config 然後就是讀一個值 然後你可能有一個strap 不管是hardware或software 那你就可以去根據這個strap不同 然後去做你想要做的override acpi的事情 就是這是動態的 就不是你原本在code裡面寫實的這樣 所以那個acpi table還是在進os之前就先建起來 對對對對對 不過不過我們是用 我們不是aslcode裡面就是把它 一開始我們不是build的時候去把它build進去 我們是開機的時候動態才jand 好 我想延續剛剛的問題就是 哎呦我前面沒有聽到就是 就是你們從那個在kernel開機前 就是做device tree轉acpi這個動作的那支程式是什麼 程式 哦沒有其實那是算在code上面 我們這個應該是叫device driver吧 就是我們他做的一個流程就是開機流程 就是我們一開始我們有些acpi code其實是 有些是你可以用sl或者是你可以用device tree去load各式的driver 然後他會再動態把它加到你的acpi 最後要再把它combine成一個total的acpi table 然後再傳給kernel這樣 對 Anymore questions Okay, then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 So we now have our lunch break and we will continue at 1.30 我現在正在經歷上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Code,明顯版的CodeBase是由我們自己的Code 可是現在是CodeBase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轉成OpenSource 就是我們要跟OpenSource的Code去做維護 然後很壓到時辰又很趕 趕到明年的時候我們要走OpenSource這條路 然後現在目前有個圍比較直接又很緊迫 然後呢我們要去 我們在CodeCode我們還要維護明顯 然後OpenSource我們還要去捨貨 然後這樣我們就要兵分兩路 那我想問你有沒有什麼樣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快速去適應這條路 因為我們像目前那個很軟 然後那個OpenSource 因為我們有時候我們會 像我以後我會去比例說 OpenSource的Code跟我們那個Code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同一台的機器 然後同樣的platform 同樣的CPU什麼都一樣 只是說那個 它的那個CodeBase是已經不一樣 一個是OpenSource,一個是我們Code 那我想說 可不可以有 你這邊有什麼樣的經驗可以分享 那就是說 我們可以要兩個去適應這條路 就是 嗯 如果你 兩個都每天我就比較麻煩 就是你可能 盡量就是 要嘛 就是 想辦法把OpenSource的東西去盡量 搬一些進去 到你原本的CodeCode 我是不知道你們做的Code是差很多還是 就是你們 嗯 應該是說 像如果以Kerno核心來講的話 我們Kerno核心是5.15 然後那個 OpenSource的話 你知道 應該說CodeCode的話 應該我竟然是5.4 5.4點多的Kerno核心 然後那個 比較新的OpenSource是5.15 哦 Kerno的差別 那你Kerno Kerno Sync還好 就是 你把你CodeCode那裡 就是把它換到 同樣 至少你的Face line要一樣 把你很多issue都會很難去 而且重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那個 有一些 像有一些Future 那issue 有時候OpenSource他們那邊也有 可是他在 多到我們的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說 Code 我們也要能夠維持 就是讓客戶知道說 我們還有在應付 然後OpenSource我們要繼續進行 像就是說 我剛才有聽到你的經驗就是 你有從Face code 然後OpenSource之後 這個歷程 他只說看能不能說 想聽一下你這邊那個經驗 有沒有什麼樣可以讓我們可以去盡快的適應 因為我們 職場都被壓得很緊耶 就是我們本來 因為我們知道說 Office code 其實我們也是 今年才開始Pone而已 然後 然後那個上面 他跟我壓 壓壓大概 就是幾個禮拜 就趕快完成了 然後我們是連摸什麼 連摸的時間都只有一個禮拜 可是我們要去Study那個DeepBuds好了 我們本來想說 我預期版想要預期應該是可能 兩個禮拜吧 他跟我壓一個禮拜 然後我們完全就是用 我們不等於用那個 他問了上網去設計 在Google一些東西 對啊 對 我想說你們也是這樣子嗎 對啊 一開始就是 那我很好奇 因為我們Closecode 然後轉成OpenSource的話 你這個經歷大概也是一年嗎 我們還好一點 我們其實 Google蠻多 蠻多人員員也會幫忙 就我們有問題就問Google 或是 對 就是 只要一開始還是靠他們 教我們 然後再慢慢 所以你們還是有 還是要Google有去Support你們 對不對 對對對 很加快心的狀況 對對 不然你一開始什麼都不知道自己 全部靠自己 所以Google他也是 所以Google他也是 可是 可是如果Google有專人 去到你公司去Train In的話 也不是Train In 就是你有問題 你去問他 你不是自己 你的瑕疵 或是慢慢拆了 等一下 可是重點是說 這個是重點 因為像我們一般的 Engineer 如果是真的想要跟一個 比如說 你應該說Google 去跟他們問一些問題的話 你是可以直接去問嗎 沒有 因為我們是做他們的 發覺所以我們可以 你可能看 如果你是完全是自己的人 就是要在 OvenSource上去問 公司有個管道 對 公司有個管道 公司自己的管道 公司自己的管道 我以為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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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直接問 可以直接問那個Google 應該沒有沒有辦法 沒辦法 你沒有做他發覺 慘啊 那我提到說 Chromebook現在應該也是X86 對 X86 我看比較少X86架構會 去用Device 我看通常在 AAM上面比較多 我們的Device Tree 其實也不是 也不是真正AAM的Device Tree 我們是Chromebook的DTS 就是他算一個Data Base而已 他跟原本的 就是他跟我知道那個 AAM上面的 Device Tree不太一樣 對對對 他只是用這個架構去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本質上還是在走 ACTI跟SMBIOS那一套嗎 對對對 對對對 他這個也是OpenSource OpenSource OpenSource 所以我們一樣看得到 就是Computer 你上Computer.org 你就可以看到 對不對 可以有空可以去看 就是我們不是 就是 就像你X86去給Linux 我們其實Device Tree 是拿來鍵HCPI的 然後只是讀那個值 像我們如果在 Computer 在Computer 在ARM上面 其實我們也是去 Low Kernel的DTS 不是我們自己 自己的那個Device Tree ARM的 ARM的 案子在Computer 就沒有Device Tree 這東西 這是X86拿來鍵HCPI的 所以 所以他其實不會 轉DTB 我幹嘛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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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直接變 DTS 會直接變 DTS 對對對 我們其實也不叫DTS 我們是.CBR 就是 對我們也不是叫 對 ACBR是可以在開機之後再去 對對對 我們是動態開機之後 我們才 我們一開始會有一些是寫好的 然後 有些是開機的時候 我們才去把它建出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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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是一開始 啦 我們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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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的 是 我們會不會不會的 太陽 我們會不會不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是想到你 我只是在这一场 我只是在那一场 我只是在那一场 我一直让你养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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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感谢 哦 啊 呢呀 那呀 嗯 感谢观看 想和洋掌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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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有些人在外面 我心裡有些人 我心裡有些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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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